本视频由托比尔原创制作 现在标志品牌在国内的受众程度越来越低 许多人对其了解越来越少 所以就目前情况来看 即使标志在日内瓦车展上发布了全新标志508 但我估计其想要在中国占据一定市场 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困难的 而且现在中国媒体也炫耀为标志品牌付出努力做宣传的 从目前发布这款标志508来说 车子在整体上还是有了较大突破 无论是整体造型、尾部设计、内饰构造、动力总成部分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全新标志508将R10这种轿跑车型定位为竞争对手 又敏捷洞察力把握住了市场趋势 从这里还是看得出标志想要走突破和占据一地市场决心 这款车的整体造型神似轿跑车 很像奥迪A5 车内因为沿用软性材质以及仿态纤维装饰复果 所以整体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 全新508还增加了可变阻尼减生器 改善了法系车悬架 我相信经过这些改造 标志品牌会刷新一些人的看法 从而引起部分车迷们的关注 这也能为其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增加动力 总的来说这款车的产品设计还是不错的 但是目前我们并不知道标志对其价格定位 所以不好对应消费者对其的购买意愿 加之东风标志的营销和宣传策略上都不完善 所以我对其能否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存疑 总之还是希望标志品牌 能在自己的弱项方面多下功夫弥补吧 至于后续是否能有所进展 就看标志功夫下得多深吧